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您光臨眾品味頻道 今天我們來做一道東北家常菜 酸菜炒粉 如果您喜歡我們的視頻 請點贊,轉發,訂閱我們的頻道 也別忘了打開旁邊的小鈴鐺哦 先把一柳紅薯粉條沖洗一下 然後用溫水浸泡半個小時 粉條變軟就可以了 今天的菜用了一顆酸菜 先把它洗乾淨,轉著水 再切一些蔥,薑,蒜,備用 把一塊肥瘦相煎的豬肉切成絲 我用了大約四百克 肉的用量根據個人喜好可多可少 下面把酸菜切成細絲 如果要切得更細一些 可以這樣先片一下 然後再切絲 這樣切出來的酸菜絲 非常的細 食材 食材準備好了 下面開火,把鍋燒熱 放一些油 炒酸菜可以多放一點油 放入切好的肉絲 翻炒 翻炒至肉色發白 已經變色 肉裡面的油也浸出了一些 這時候加入蔥、薑、蒜 繼續翻炒 加一些花椒水 一大勺生抽 繼續翻炒 肉基本上炒熟了 我們再加入酸菜絲 翻炒均勻 加入已經泡軟的紅薯粉條 然後再加一大勺老抽 上上色 這道菜就不用再加鹽了 加水 水和菜齊平 蓋上鍋蓋 煮大約七到八分鐘 期間要打開鍋蓋 翻拌一下 這是一個多月前 我們自己雞的酸菜 如果您感興趣 可以看視頻結尾的鏈接 如何雞酸菜 看看粉條已經煮爛 湯也收得差不多 出鍋前再加一點紅綠辣椒 增添一點色彩和辣味 非常好吃的酸菜炒粉做好了 希望大家喜歡 謝謝您的觀看 我們下期再見 我們下期再見